Hello, 畢基道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一個同日發表的 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同日發表的 一個ESG及可持續發展教育機構 Go Impact 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發佈了一個探討亞洲綠色金融科技生態圈 對亞太經合組織五大經濟體的見解 研究報告 這個研究報告很明顯看到這兩個地方的金融 因為都是地區或國際金融中心對ESG的重要性 報告指出政府的支持在促進綠色金融科技發展方面 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同時人才短缺的問題在五大經濟體中同樣備受關注 報告把綠色金融定義為利用綠色技術改善環境的金融活動 並重點圍繞環境、金融和科技三大要素展開了這個研究 報告訪問來自香港、印尼、新加坡、韓國和泰國五大地區的經濟組織的行業專家 他們不約而同地促進當地政府政策規定的先行者 加快推進了綠色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個較為有利的條件 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當地政府可以透過初創企業 提供激勵的計劃協助其發展綠色金融科技 並通過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監管架構 統一企業的披露和報告要求是設立門鑑機制的進行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研究更加指出金融機構將可持續發展加入日常的議程 以實現三大支柱即是經濟、自然、社會、自然環境和平衡統一的部分 當然公司管治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報告亦進一步指明鑑於當前銀行業的獨特角色和全球綠色人才的缺乏 金融機構應該利用其在商業生態的地位 培養更多可持續發展的相關人才 以推斷可持續發展的行業的進程 研究報告更加指出重要的責點就是 亞洲綠色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目前已經提供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綠色金融技術 例如綠色電子支付、綠色電子投資解決方案、數碼綠色分析、綠色風險分析、綠色電子借貸、電子資產解決方案等等 綠色監管科技、GSD披露了監管對打造綠色金融科技生態圈的關鍵作用 自從香港政府在2020年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 由ESD報告生效以來綠色匯報相關的初創企業 疫情快速增長 隨著綠色金融科技 這個生態圈的發展合作 合作的方式 夥伴的認同都變得主流 亞洲有數成功項目可以作為參考 包括香港的Project Genes、新加坡的Climate ImpactX和Project Greenprint 印尼的Gojang的低碳抵消項目 亞洲各國制定了意識不同的綠色經濟的重要性 並制定了路線和相關措施 以推動經濟走向更可持續發展 或者將來會永續發展的一個勢態 這就是不機道一向說的態勢 例如韓國的綠色金融和泰國的可持續金融措施 金融機構已經提供多項綠色金融技術的服務 科技的技術 包括生物多樣性篩選股票的指數 代幣化碳 全交易的平台 ESG投資智能平台 綠色證書 ESG信貸評級系統等等 可持續發展相關教育於 這個架構成熟的綠色金融科技生態 自為重要 並將提高大眾多綠色金融的意識 推動需求以及 培育亞洲綠色金融科技的人才 在這個生態圈裡面一定要有金融科技的人 推動綠色發展的人才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需要調度資源和加大了政策投資 四次研究對象 包括綠色金融科技的初創企業 政府 半官方機構 綠色金融科技 相關的協會和金融機構 進行了市場的研究 訪談 小組焦點討論 對亞太金融組織 五個經濟範圍的經濟體 在策略各方面 都進行了不同的研究部署 所以 大家一定要知道 香港 新加坡 都會很專注 一個事實 趁細價值 趁什麼細 ESG的細 沒得創的 香港和新加坡都非常重視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北京道